你真决定了,不会是今天一出,明天一样吧? 我是真的决定离开,我想开了,看开了。 对了,我之前不是和你说了记忆的事吗? 一个月后,南方就会开始天降大雨连续两月,届时南方许多地方会有水灾,你们最好让萧家村提前防范。 宋景自然知道水灾的事,狠黑村刚好地势高又远离河道,再者,中原不管排水,还是粮食什么的, 都不必愁,况且还有琴下,天下刀子都不拒,他比较愁的事,将来会不会有灾民暴乱? 水灾的事,我知道,你赶紧离开吧,你今早本就应该离开京城,默默唧唧到现在,硬秧子肯定已经满京城在找你,你在我这里多逗留一刻,危险就多一分,你想被他抓回去,继续关冷宫吗? 沈玉听到冷宫二字,原本苍白如纸的脸色,顿时流露恐惧,之前他肚子有孩子做倚仗,张红因为利眼都能让他堕子,如今他什么倚仗都没有,被抓回去,绝对是一辈子软禁在冷宫,直到老死。 你提醒了对,我若被抓回去,他肯定将我关冷宫的,我现在就走。 切莫在京城渡口搭船,更不要走关道,走小道,去下一个渡口,顺安府搭船。 沈玉闻言脚步一顿,震惊转回身子,睁看笑眼之与宋锦许久之后,他含泪再次对二人弯身,重重行了一礼,最后才毅然上了马车,让阿三阿四送他去顺安府。 希望他这回是真走了,别再回来烦我们了。 卯时,燕王府。 继续找,生要见人,死要见尸。 沈玉禁过王府,死了也只能是王府的鬼,而且沈玉知道他的谋逆之心,要么一辈子软禁,要么死。 是,属下这就去,去城外长,任何可疑孕妇,一个不放过。 正因为这个命令,赵红再没机会见到沈玉。 沈玉有惊无险,五个时辰后抵达顺安府。 阿三阿四送佛送到西,欣松给他弄了一个假身份,让他乔装半丑,化成一个商骨的原配。 趁夜登上了南下货运官船,二人回想逃荒出狱的沈玉,一阵感慨。 你说他傻不傻,非得将自己搞得这么凄惨。 唉,不撞南墙不回头,撞了才能清醒啊,希望他是真撞醒了。 连续三天,赵红都在找沈玉,简直将整个京城都翻遍了,也没有找到沈玉。 而这三天上朝,他时刻提心吊胆,就怕五文帝如前次废太子一事突然下职废他。 直到第四天上朝,他才惊悚,发现不对劲。 五文帝居然开始张罗赵钱选妃的事,不仅派宫廷画师前往大号各地寻觅美人, 还在忙着看各大臣送来的女儿画像,想到沈玉可能不是五文帝掳走的,有可能是赵钱。 赵红气得全身发抖,气血倒流,但是赵钱也没有流露任何破绽,他没有证据。 所以,沈玉一事最后不了了之,以他气得险些并发,画上了句点。 第五日,五文帝终于下了两道圣旨。 第一道圣旨,参与选妃的文武百官的女儿、孙女,两日后进行第一波选秀。 第二道圣旨,命令户部准备十万袋粮食,还有制温药,让萧衍之半个月后启程前往中州府,支援救治中州府以及附近几个府城的百姓。 陛下,朝廷这次恐怕拿不出十万袋粮食与制温药了。 给朕从其他地方挪?啊,朕不管你户部从哪里挪钱,从军粮挪也罢,还是提前收粮税,复税。 要给朕凑够十万袋粮食与五十万人十天量的制温药。 陛下,微臣真的不知该从哪挪钱呢?朝廷已经欠南边军饷三个月,太子殿下虽打退了戎笛,但战争劳民伤财,还有此次形成制温病,耗资巨大。 最重要,前几日陛下,不是刚下旨打造唐刀和弩箭,另外,不是取消海禁,要建边海防线吗?这都要钱呀。 众皇子也不想掏钱,尤其赵红,他巴不得朝廷国库空虚,巴不得朝廷欠军饷,巴不得萧衍之空有头衔。 因为,他做梦也没有想到,他的泥腿子皇兄会这么有钱。 父皇,儿臣未回宫前,自个儿积攒了一点积蓄,儿臣愿意拿出一百万两银,为父皇为朝廷渡过此次难关。 不知武文帝,满朝文武,王公大臣,众皇子全都经得目瞪口呆,一百万两银,即十万两黄金,都可以买一百万袋粮食了。 但是,赵纤并非是醉下他们的,而是文官中鹤立鸡群。 这件事的主角,萧衍之也站出队伍。 陛下,微臣也愿意以个人名义,将陛下赏赐的一万两黄金,全数捐赠朝廷。 归陛下,为朝廷渡过此次难关。 整个朝堂再次一片抽气声,一个个见鬼似的瞪着萧衍之。 赵纤与萧衍之这是炫耀他们有钱,打算气死所有人,还是逼得他们也要捐赠。 众皇子气得银牙都要咬碎了,拳头握得咯吱咯吱响,但是抱歉,两个男人从没想过要谁捐。 这点小问题他们想自己解决。 武文帝何止欢喜,这客简直高兴疯了。 王儿,你真的愿意拿出一百万两银? 萧海青,你真的愿意将朕赏赐的万两黄金回京给朝廷? 儿臣愿意,微臣愿意。 两个男人想的都是此次虽是自个儿掏钱,但是这次也是萧衍之钦差巡查。 事情办妥了,皇帝越高兴对他们越有利,何况真算起来,也不算自个儿掏钱,江山以后是赵钱的,他在救自己江山。 萧衍之的一万两黄金本也是高中状元,朝廷赏赐的,这种利明利己的好机会自然不能放弃了。 好,真不愧是朕的好皇儿啊,朕的好良辰啊,等此次中州府至温结束,朕中中有赏。 他都以为自己王国昏君当定了,没想到天降龙子,天降扶尘,惊喜一个接着一个来。 满朝文武,王公大臣,众皇子最后没有一个能逃过捐款,而且还要硬着头皮大捐。 微臣也捐黄金万两。 赵钱与萧衍之都带头了,张之仲作为当朝首府,他不敢不捐,而且不敢比萧衍之少捐,否则堂堂首府居然不如一个三品官,这话说出去能让人笑死。 微臣也捐黄金万两。 好好,两位爱情大义,都是朕的良辰。 虽然两个抚尘捐得有点慢,但五文帝是一点也不嫌钱多呀,而且他心里正节节节的偷笑,因为他知道,两个抚尘都捐了,其他人一个也别想逃掉。 后来事实证明,他没料错,三公,姬、太师、太保、太妇三个老臣碍于面子,他老底也要肉痛捐黄金万两。 虎部尚书为了众人多捐些,装模作样的说道, 微臣积蓄不多,只能捐黄金五千。 简霸,吏部、礼部、兵部、刑部、公部尚书全都气死了,五人都是尚书,总不能谁比谁低一头。 所以,五人恨得牙痒,各捐黄金五千。 好,李懿,素拿金策,将众爱卿捐赠数目记下来。 要说搂银子本事,今日五文帝当数第一了。